那我們在分享之前啊 我們先唱一首詩歌 這一首詩歌是在稻首第二頁 我們唱後面這個第九頁的詩歌《一見回事》 從此時期以來 漸漸萬萬崩潰的心靈 親愛的喜者 從何地以為 以及燦爛的前途 落成荒廢 愛主耶穌身上 為這些愛主的人 祂是全然的愛 祂是全然的愛 美得我們獻上一切 我們要在主神上帝 不是枉廢 愛是心向你見證 見證他的感天 我們要在主神上帝 不是枉廢 愛是心向你見證 見證他的感天 再一次 愛是心向你見證 千千萬萬崩潰的心靈 親愛的喜者 從何地以為 以及燦爛的前途 高尘王廢 愛主耶穌身上 為這些愛主的人 祂是全然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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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枉廢 愛是心向你見證 見證他的感天 我們要在主神上帝 不是枉廢 愛是心向你見證 見證他的感天 最後一次我想我站起來唱 請你們 복好多二十世紀已來 千千萬萬崩潰的心靈 �뉕更有 mind 清愛的喜者 從何地以為 近来的旗征 走到一笔位 一起灿烂的仙途 造成光飞 在主耶稣身上 背着血 爱主的人 那是倦难可安 那是倦难可安 美得我们牵上一切 我们就在主圣上 你不是枉费 还是心上的见证 见证化的难远 我们就在主圣上的不是枉费 但是心上的见证 见证化的难远 我们可以推一下 感到我们的来自给你 散钰 有意义除了 有意义 有意义 積立贤 有意义 阿美 她說到說 雖然行在那裡有說到 我們需要堅定持續的在店裡 但是呢 我們還更需要的就是家具會 就是挨家挨顧撥餅 需要有這個家具會的實行 自己記得我剛得救的時候 也是有一個姊妹很中性 她幾乎天天跟我一起 就是中午的時候陪我五星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住的地方 那時候我那時候還沒 起初德就還沒有住姊妹之家 所以她那時候天天就想要約我成星 可是我沒有辦法 就說我實在很努力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到 那她就天天中午陪我家具會 那那時候就是借著她這樣陪我 陪我陪我陪我 真的很多就是初心的很多的 這個或者有點搖動啊什麼 都是借著這樣家具會 然後把我穩固在這個 就是一直在過教會生活裡面 然後後來也是 就是她開始邀我去小牌 然後她帶我 她就是 反正她在哪一個家 我就在哪一個家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真的那個 師母做的菜每次都一樣 因為那師母在銀行上面很忙 她也沒空做什麼 她小孩也小 所以我記得每次我去她家都吃一樣的東西 但是呢就是 真的我們就這樣去去去去去去到後來真的就穩定了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到另外一個年級又到另外一個家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家 就這樣子真的是藉著這樣挨家挨戶的聚會啊 就奠定了我 就是蠻基礎的這個教會生活 然後我也覺得真的 家打開也是很萌恩 現在我也是慢慢在操練 雖然常常也是沒有操練得很好 但是就是盡量的就是打開家 那我最近有一個負擔就是覺得 我們應該家打開為著就是一些兒童 所以我那個壓力也蠻大 因為我想說怎麼辦 雖然禮拜三有一個固定的牌 可是又要接出一個福音的牌 其實我現在不知道從哪裡得兒童 然後我的孩子很喜歡去圖書館 所以他每天都是去圖書館 我現在也不知道從哪裡接觸人 後來我們就是從 其實就從一個他的隔壁班同學開始 然後後來我們就有一點實行 就是邀小朋友就是我們先來我家看看 然後他的家長也來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去他的家裡 就去拜訪那個家 那後來我們就開始就是有點是 就本來是他們兩個 後來就是好吧 我們就約約看小朋友 後來就真的就藉著這樣的實行 就有一些孩子們願意到我家來 雖然他們來我家其實都在玩 但是我又覺得也有一點機會啦 就是分次基督 能夠把一些主的話供應給這些孩子們 人裡面有靈可以接受神的話 可是真的也需要有一個據點 就是需要有家能夠為著他們 讓人能夠有路可以來接受主 阿們 感謝主 我剛剛聽那個鄭偉弟兄分享 我其實裡面也是在那邊蹦蹦跳 因為我覺得 我剛來師舞會所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正常的聚會 可是呢 感謝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廖姐會找軍文他們 就一起到 就是來找我說 想到我們的那個店裡去跟我們一同追求 那其實我真的到了很久以後 我才知道 我才明白原因 在這個被牧羊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主真的很愛我們 就是藉著姊妹們可能有一些負擔 有接受到負擔 然後就來餵養我們 那時間過得很快 好像已經快四年了 就這樣子 我覺得就從我們那個小小的 大概四個人開始 慢慢五個人 當然現在呢 有時候就是說也不是很穩定 但是來來去去 現在也是維持到五六個人 但是我覺得就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家就很蒙福 就這樣被建造起來 那我真的要感謝 就是說神一直在我們的旁邊 為我們預備有這樣子的弟兄姊妹 這樣的聖徒來服侍我們 那也希望自己也能夠有這樣的負擔 就是說能夠出去 看到有一些需要扶持的弟兄 比較軟弱的弟兄姊妹 需要我們服侍的時候 真的我也盼盼 我能夠接受這樣的呼召 能夠走出去 Amen 感謝主 剛剛也是我也是聽到 正委弟兄在分享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在回想 那時候我跟弟兄到上海去的時候 也是這個家聚會吸引了我們 我記得當時在那邊也是就是 那種聚會的情形 也是譬如說有個家庭啊 家裡發生了很多很重大的一些事情 就是很需要 就是說他根本就是沒有辦法出來聚會 那我們就送會到家 甚至在他們家有什麼偶像啊什麼 還到他們家去禱告去 還去拆偶像 那有的弟兄姊妹他家裡開餐廳啊 我們那時候覺得說 他剛開始開餐廳有壓力啊 反正我們也都是要吃飯 所以我們就直接晚上就到那邊餐廳去吃飯 吃了飯就在那邊跟他們聚會 就是這樣子滿了很生機的這樣子一個聚會的光景啊 我覺得我跟弟兄也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一個情形下我們被恢復了 我們也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形裡面 我們也蒙福了 那我覺得當回到台灣我也覺得說 滿了這個覺得說台灣真的是 那時候我們在上海就常常聽到說 台灣是一個這個這個真理的苗圃啊 更是在這個聚會來講 就是更是在我們的裝備上面 是我們必須就是當我們摸到主 我們享受之後 我們覺得回到台灣這是一個必須要 就是需要來這樣子被成全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我跟弟兄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回到蘇惠所滅很喜樂的願意把家打開 但是我真的剛做到真正我就回想到 我就覺得新民弟兄跟文賢姐 真的是很很老苦的在服事我跟我弟兄喔 因為我們實在是主很很很眷顧我們 也給了我們很多很多蒙福的點 但是我們實在是一個很很被動的 一個弟兄姊妹 所以剛剛聽到弟兄姊妹這樣子的一個 見證一些分享 我就覺得說我們實在是需要 這個這個接受主的呼召喔 實在是對對這個主要有一個更新的奉獻 我們需要說在這個路上喔 我們要更竭力更多的主動 像剛剛弟兄提醒我們的 我們需要不但是送貴到家 我們要到他那裡去 我們要有那個當家的靈 我們要覺得在這個主的這個家中 我們要實時的竭力的警醒 我們需要付代價需要奉獻 哇這真的是太多太多提醒我的點喔 所以主啊求你聯名我們這個家 我最早不知道為什麼是 是在我這個高中的時候 那我讀高中的時候是在台中大甲 那那個時候就是有一個自由傳道人 然後就到那邊去慕芽我們 那簡單的說 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那因為呢 簡單的說就是說 他真的是靠烏鴉釣餅在那裡幫助我們 他沒有工作 然後真的是靠烏鴉釣餅 然後租了一個房子 然後就 我那個時候就很渴慕 希望就是很願意 然後就搬去跟他一起住 所以呢 他一整天到底做什麼事 我也知道 然後有一次啊 因為這個打開架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啊 你怎麼可能讓一個搞不清楚的人 就讓他進來 又讓他跟你一起住 那他就說啊 其實這個有很多服侍族的人 他都有這個難處 他沒有辦法跨出這一步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主耶穌他就是這樣的人 他就是跟門徒在一起 吃飯睡覺都在一起 那當他知道主耶穌 並且看見主耶穌這個榜樣 他就願意放下自己 我就在那裡實在是 實在是一個親身看見這樣的榜樣 然後一同在那裡受成全 那這樣的成全就是說 不只是書本上是真實的 Amen 我摸著早期的造會 就是使徒保羅所溫安的亞西亞造會生活 是令人羨慕的 因為他們天天同行合宜 鑑定持續在墊裡 並且哀家哀父波扁 我認為這是符合神的心意 和神所喜悅的 因為這個家中聚會 合乎神新約的經倫 最後就讓我看到這個小聚會 和大聚會是一樣的重要 所以這個組織聚會 可能和家中聚會一樣的重要 因為這個 所以說到天天同行合宜 就好像說到它是一個standard 就是一個正常狀態 如果偏離這個就是非正常狀態 所以這個恢復就是被恢復到正常狀態 然後I加I負波扁 再加加抬開 是一個normal 偏離就是epanormal 然後就讓我看到這個家中聚會 就是一個基礎 可以建造神的家 可以建造造會 蓋房子的那個基礎 因為可以牧養人 成全 成全人 它不只是basic 是一個fundamental 它不只是非常基礎 它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這裡要一個更新的奉獻 我要把我家打開 願主成全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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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也沒有多想什麼 但大家聚在一起禮拜六中午的時候 意外發現我們心裡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們的教會生活 跟實際的生活是脫節的 其實我們來到組織聚會去小排聚會 結束之後就還是回到我們自己的世界裡 對 然後在這交通中 我們跟姊妹們就是意外的有了小聚會的實習 然後姊妹來訴說我們的經歷 謝謝主 真的意外約了大家心情目中吃了一個飯 然後其實就是像朋友就是約吃了一個飯的一個感覺的前提開始的 但是在那時候我們真的就有一些討論 然後發現我們都有一些心裡內的一些掙扎 或是一些發掘的一些毛孪 經常就是來到聚會就感覺是一個非常純的一個環境 然後你一上班或是甚至就是離開聚會 進到這一個體驗當中 所以像在藝術當中 你把黑和白放在一起會混成一個灰色 所以那個白也沒有那麼白了 然後這個黑也完全沒有怎麼洗結成 成白色 所以就感覺像在中間又不黑又不白 然後中間還這邊很恨自己 因為也不能要白也白不了 反正在中間會感覺非常矛盾 就是怎麼讓神可以融入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但是還可以讓祂的那個白還是維持的那個雪白那個亮 所以其實我之前以為只是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不是從兒童排出生的 或是至少我是從工會的那個環境這樣子越過來的 然後我以為也許佩恩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她就是從小一直在 但是其實從不同的背景 在這個生活當中都會有這樣子 同樣的一些話題和問題出來 但是我們就在交通的時候 我們經常就會一直在這邊講 是怎麼平衡呢 對不對 怎麼可以真的一直說要融入要融入 但是怎麼融入但是不會變灰 但是我們發現在這個交通當中 我們就是在做這個不會變灰的融入 我們就是在這個活力牌當中 一個不自覺的一些女朋友們聚集在一起 但是正好的是姊妹們的這個話題當中 我們就可以把外面的那個生命 那個生活帶進屬於一個神秘 OK 我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跟保論 這個保論就是呢 我們聽讀了很多高峰真理 但是我們覺得領我們的生活很遙遠 我們參加了很多高到無形的大聚會 可是我們覺得我們的生活跟整個是 是差很遙遠 好多人在眼睛 那這個 這個 沒有 這個東西怎麼平衡呢 就是要藉著 其實就是今天講的家居 所以家居會就是 就是說你客戶跟姊妹在一起 那他不是在家居會的那個架子 對 而且有很多的彼此故鄉 彼此的交通 就像我們 我們就在一起 我們也沒有去誰家 我們是在餐廳裡面 可是呢 就是在這個彼此交通裡面 我們把一些這個在聚會 其實我們 我們沒有實際的拿一個性子出來 但是我們交通了很多主的話 交通了很多很深的很生命的感覺 其實這個就是在家居會 家居會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對啊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就是地獄子妹裡面 他都是有這個可夢 就是可夢跟同座肢體的交通 但是好像在這個大聚會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那就需要靠著家中聚會來 但是家中聚會也不是說局限在 就是你非要去到一個人的家裡 然後呢 就是家中聚會這樣 其實就是說 兩個三個 用我們來聚在一起 有交通 就是然後想說文化或什麼 就是這是一個很融資的 它是一個很路線 就是很沒有一個一定做法的事情 對啊 我覺得我們反正就是講家打開家打開家 就是真的就像弟兄剛剛講說 一大聚會換小聚會 結果換到家裡面的小聚會 還是讓人覺得很有聚意感 對啊 那這個就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家聚會 那真的家聚會應該是 它是一個很自然的 平時的故事 OK 我們昨天裡面很聚啊 真的是 欸我們也是 就是我們本來其實只是從 因為我們都亂聊天嘛 也不能亂聊天 就是我們就是在講 就是牛肉麵啊 牛肉麵啊 牛肉麵 牛肉麵 對就是這樣講來講去 然後講來講 然後後來就是 欸開始講到我們說 生的東西出來 對啊 那 為什麼要講這樣 總之就是說這東西是很 它是很脫離那個 框框的 它就會 它就會 我覺得我們三個人 今天有點胡言亂 但是 那我覺得這東西很寶貴 然後如果是 弟兄華妹 對 一定不能接回 想說 請問 阿門我想要分享 我參加其他聚會的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 我覺得像在 就是譬如說 在一個大型的一個集中的聚會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是 當然都是在講主的話 但是可能 我們對這個聖徒 好像比較沒有那個機會 太認識 但是我們 如果去參加家聚會的話 是在家裡面 我們就能跟很多的聖徒 在這個家的單位的時候 有很多的交通 我覺得好像真正的認識的時候 是在這個時候 會有比較深的這個交流這樣子 好 記得還有一次就是 我那時候剛剛就在高雄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師母 他對我們這個 親子有負擔 然後想要打開家這樣子 那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這個師母 不太會做菜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去讀金 然後讀一讀之後 就好餓 大家想吃東西 然後他就去那個 冰箱裡面 把那個凍櫃打開 然後就接那個 大賣場的蔥牛餅給我們吃 然後 大家就覺得怎麼吃那麼 他後來也沒講什麼 就走了 然後下來 第二次再來聚會的時候 我們這次吃的那個蔥牛餅 上面還有加一個蛋 所以 就進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家長他其實呢 可以讓這個 服飾的人手藝可以進步 然後這個 而且那個 後來我們想說 那我們也來配搭好了 就大家一起來煮好了 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也開始學習主辦 就在這個過程中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們平常在大聚會的時候 是對組有這個垂直的交通 可是在家聚會的時候 是有這個升級水平這一面的交通 我覺得一樣都很寶貝 而且有時候我覺得 其實很需要 像剛剛講 其實我覺得 在家的聚會當中 才比較容易建立這個 同伴 就是會有這個 這個 這個 你會在生活上 會建立一些跟你很 跟你很這個 常常在一起的同伴 然後在這個 週中的時候 可以有這個相調 有這個 一起有這個 玩檔什麼 我覺得都是在這個 家聚會的過程中 去 去建立這樣的關係 好 這是我的感覺 好 謝謝 謝謝 剛才那個 在交通那個 很甜 就是家聚會 他們有很多的形式 在這樣的家聚會裡頭 實在是就是會有 就是會有很甜美的交通 或者就是簡單的來在一起唱詩 那時候我就 就突然裡面就想到 那天我們在姊妹聚會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到櫻凡家裡去 然後在櫻凡家裡頭喔 也很甜美 然後我們就跟他的父親 就聊了很多很多 然後也沒有 我們當然是本來是想要跟他傳福音啦 那傳福音但是他父親跟我們講了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樣子在跟他說喔 因為他父親就是做了很多這方面宗教的研究 那其實但是我們要走的時候喔 他父親就送我們出來 那我們都有感覺 他那余凡就說 他以前很同學到他家去 或者是朋友到他家去 他從來沒有送他的朋友出來過 他就是出來然後就把我們送上車走 那個解密開福音車還有那個佩恩 然後我們都可以感覺到他的父親喔 就是就好像要掉下淚來了喔 但是雖然可能我就覺得說雖然沒有 他可能在那個時候他沒有相信 可是我實在相信說這樣子喔 借著我們這樣子的 雖然真的是很遙遠 但是我們就真的去了 去到他家裡就是有一個簡單的這樣子的家具會喔 然後就把這樣福音的種子喔 種在他父親的裡面喔 然後在一路我們回來的那個途中喔 然後我特別想起喔 就是我們就幾個姊妹們 就在那個福音車上喔 就是有非常非常甜美的交通 有許許多多的交通 我就覺得說就像剛剛佩倫所說的喔 不見得是一定是在某一個特定的地點喔 就是實在是我們在這樣 在這有一個渴望喔 彼此喔實在是裡面是有一個 彼此的裡面生命的交通 這一個彼此的供應 我們就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喔 我就覺得很渴望喔 再與姊妹們喔 再來在一起喔 有這樣子的交通 我們剛剛也是那個摸著 用在一開始的時候的一些見證 特別強調兩個點 一個是堅定持續 一個是哀家哀戶 那這個強調他的在 就是因為有一個家在那邊 一直打開 然後他們只能夠讓人能夠一直的進到那個家中 那哀家哀戶 因為我們剛剛也提到 意思就是說要每一個家 是這個家很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去那個家 那個家很不怎麼樣 就跳過 總之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家都是需要去的 就是說每一個家 你們可以開著 我想在後面也是有提到 其實像這樣的小聚會應該要多 但是他跟大的聚會 然後也是要配合著 是不是 就是有點相胡相扯的問題 所以一面來講 就是心來講 就是這個吳宏友 或是剛訪問的 雍姊妹來講 可能去小聚會是比較合適的 因為人不多 可以啊 這個 上手閉眼 對不對 也比較有距離感 人多就是有點距離感 但是啊 慢慢的也需要在一定的時候 讓他能夠來到大聚會的終結 後面有提到就是說 是要能夠看見這個基督的身體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利用這邊的負擔就變 就是小聚會 都是強調這個小聚會 但是我最後最終還是要 讓人能夠認識這個基督的身體 所以這兩個都是去的 Amen